台湾7月至今的境外移入个案达510例 当中145例为突破性感染 占比达28.4% 相较于过去大概20%左右是持续上升 民众就问是疫苗失效了吗 我们的抗体打了疫苗之后呢 会随时间慢慢的浓度下降 所以这个浓度下降的时候呢 它这个容易得到突破性感染的机会就增加 一个月半年过去 民众体内抗体浓度降低 因此突破性感染才提高 虽然感染率又增加 但也确实让COVID-19流感化 有打疫苗染疫的几乎是无症或轻症 最近有个大型的一个追踪报告 那追踪打了BNT疫苗的人6个月以后呢 他们的住院率 亡率 以及重症的比例 因为有打了疫苗 导致成重症的比例呢 还是不是很高的 大家可以比较放心 台湾7月来这些打了疫苗被突破性感染的 最多是打BNT 其次AZ 科兴 强调这不代表疫苗无效 而是因为BNT跟AZ 在国际间打的人数最多 不光数据替BNT平反 过去连指挥中心都呼吁注意的年轻人 打BNT更可能心肌炎 日本政府发现 莫德纳几率反而更高 不论是100万名20多岁男子 或10多岁青少年数据看 可能因此引发心肌炎人数的 莫德纳都比较多 更传出美国FDA为此推迟 莫德纳地出的12到17岁青少年施打申请 Covid疫苗的副作用还可能包含掉头发吗 在韩国的KCDC统计下 有240名韩国人打完Covid疫苗之后 发现了掉发状况 这个比例是女性大于男性 但当然也还未经过证实 病毒当前有疫苗保护 至少能大大降低染疫后死亡风险 TVBS经文王兴棠林瑞台北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